好 另外再看到11号凌晨一点多左右 新城分局线上巡逻远景 在台九线上发现一台闯红灯车辆心机可疑 立刻是上前示意的蓝亭 没想到小客车没有放慢车速 反倒是踩下油门加速逃逸 一路从新城追到花莲市 直到驾驶误闯施工中的农冰桥 是才见到机车下车连开了12墙 但是驾驶却一路冲撞 最后失控跌落道路边坡 那么警方上前围捕时驾驶已经是逃逸了 只留下驾车上的一些血迹 警方目前已经锁定特定的犯嫌 追捕当中 巡逻远景连续开枪企图 制止驾车冲撞警方的白色轿车 没想到驾驶继续猛踩油门 倒车逃窜 下来 下来 我一个弹架打完了 那边有路吗 花莲县新城分局远景 11号凌晨一点多执行巡逻请问的时候 在台九县 金色街口 发现一辆闯红灯的白色轿车 警方力情鸣敌 追上蓝茶 轿车驾驶不但拒绝受检 还猛踩油门往花莲市方向逃逸 警方一路尾随 同时呼叫警力支援 白色轿车窜逃十几公里 最后钻进花莲市旁一条尚未修建完成的防训道死路中 远景舰驾驶有冲撞警方之行为后 立即拔枪开枪制止 共计开12发 该车随即倒车加速逃逸 再离开现场约100公尺处 不慎治状路旁10吨 导致翻覆制草丛 驾驶立即汽车逃逸 远景连开12枪 白色轿车倒车逃逸 结果撞上10吨冲进草丛后翻覆 警方在车上发现血迹 但没有搜到任何违禁品 目前已经锁定特定犯嫌 依妨害公务等罪嫌持续追汽当中 记者中文报道